做错了就会很衰。你一定要知道清明节十四大禁忌。这三种人绝对不能去扫墓,否则。 4月5日是我锅传统节日清明节。 在清明节时,我们一定会做的事情就是扫墓,那么你知道在扫墓时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? 1.扫墓时纯黑色衣服装重肃穆,可以表达对仙人的哀思。 2.扫墓时反而不宜穿大红大绿的衣服,这种衣服与扫墓的气氛不协调,还是穿素色衣服比较适宜。 2.从堂渔、风水、雪角度讲,扫墓要选择好时间,最好选在阳气比较旺的时候。 一般来说,上午几时后到下午午时间最好,天还没亮和日落西山时不宜扫墓。 3.如果扫墓那天精神不振,可佩戴玉器在身上,据说佩戴玉器可以起到稳定精神的作用。 4.扫墓时要衣着整齐,神情肃穆,不要粗言粗语,大声喧哗,更不能说对王者不敬的话。 4.扫墓时要衣着整齐,不要东张西望,不要细看别家坟墓和踩踏别家坟墓,或对别家坟墓平头品足,在墓底照相留念也是不适宜的。 5.孕妇,病人,7岁以下的小孩最好不要去扫墓。 6.扫墓回来之后,大部分人都感到有些疲劳,这时,应该洗得早,换一换衣服。 6.按古代习俗,在锦家门之前要跨火盆,古人认为这样可以驱出瘾气。 7.还有人认为清明节不要买鞋,因为鞋与鞋同音,买鞋会招惹鞋气,其实这只是心理作用而已,这个时候买鞋不会给自己带来坏运气。 8.怀孕的妇女能清明节去扫墓吗?通常来说怀孕的妇女要避开清明拜山活动,不仅如此。 8.严格说来,女性来例假,最好也不要参加此类活动,特别是不能在下午三点后参加清明拜山活动。 9.爱飞迪克专家提醒朋友们,咱们祖国辽阔,南北方对于扫墓的习俗略有不同,比如,南方通常儿女均前往扫墓,而北方一些地方,则通常女儿不前往扫墓,如果是出嫁的女儿则随夫前往扫墓。 9.清明节可以在家拜祖先吗? 9.清明祭扫仪式本应亲自到墓地去举行,但由于种种原因,很多人不能回乡参加清明拜山活动,那么也可以在家拜祖先。 方法是在家里阳台或客厅,朝家乡方向,摆上祭拜用的食品,烧上三支箱,鞠躬三次,默念相关词语。 然后,再烧至前祭祀,提醒朋友们这一条很重要。 10.扫墓之前需进食吗? 10.扫墓之前最好进食,当你动身开始扫墓,就最好不吃食物或食素了,衣着整齐,以表示对先人的礼貌和尊重。 这一条,爱菲迪科专家认为很重要,但是对一些朋友来说可能需要委屈自己一下了。 11.扫墓时为何不得嬉笑怒骂? 12.因为墓底是英灵的安居之所,故不可跨过坟墓及供品,大声喧哗,嬉笑怒骂,乌延会语,乱跑乱碰,随处小便,这样做不单只对自己的先人不尊敬,更且对附近的灵体构成滋扰。 12.更不能建太别家坟墓或对墓穴设计平头品足,会被试之未写毒,遇到不好的气场,那便惹到一身麻烦回家。 12.为何要谨慎在先人墓地照相? 12.在中国,祭祖并不只是纪念祖先,而是明显地带着向亡灵敬拜,祈求的意思。 12.爱飞迪科专家特别提醒朋友们,谨慎在先人墓地照相,无论是扫墓者自身合影,还是扫墓者与墓地合影。 13.更既会照相时将其他坟墓拍进镜头。否则,你的运势很可能下降,各方面失衡。 13.精灵结什么情况烧包袱? 13.烧包袱是祭奠祖先的一种形式。 14.所谓包袱,一座包裹是纸小树从阳式寄往阴间的邮包。 14.所谓包袱皮,即用白纸糊一大口袋。 14.有两种形式,一种是用木刻板,把周围印上梵文音译的往生咒,中间印一连坐牌位,用来写上收钱亡人的名称。 14.如,以估张府军会云山老大人字样,既是邮包又是牌位。 14.另一种是紫包袱皮,不印任何图案,中间只贴一栏签,写上亡人名称即可,也做主牌用。 14.清明节既过生日吗?有些朋友恰巧是清明节生日,提醒你要提前过生日。 14.如果恰巧是老寿星在清明节过生日,那么禁忌会更多。 14.比如当日不要接受鲜花,同时生日蛋糕自己不可以当天吃。 14.方坚认为,这样老寿星一定会过一个平安吉祥的年,会更加长命百岁。 15.方坚订阅